在韩国首两天多开两个朋友陪伴着我们 他们就是Hanggyu和Yuri 这两个来自日本和韩国的朋友 是上一年我们在Laos陈伯萨认识的背包客业 没想过一年之后我们又在韩国见面了 休息一下再计算一下第二天的行程 很快的第一天就过去了 早上我们要到的第一个景点是Changdgong 只要乘地铁到昂谷站再步行五分钟就会到 先简单介绍一下Changdgong 它是联合国文化遗产之一 有分到Changdgong和侯苑这两个部分 所以在买入门票的时候 就看你要不要去侯苑这一部分 Changdgong是当时朝鲜罕有的大型宫店 我们可以慢慢地看里面的建筑设计 包括有敦化门、人正殿、孙正殿等等 在参观完Changdgong之后 我们就去一个叫北川的旅游景点 从Changdgong步行到北川 大概用半个小时就可以到北川的景区 北川的韩屋邨是保存了韩国传统房屋的地方 在景区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创意的小卖店 商店和食店的 当我们在欣赏韩国传统房屋的时候 都可以随便购买一下 买下一些很漂亮的藏意小品 北川这个地方 和首尾一同走过 600年历史岁月的住宅区 当很多游客来到北川的时候 相信都有一个同样的问题 就是到底要从哪里开始走呢 因为景区里面有这么多个小路 这么多个小巷 这么多个景点 不用怕 大家可以以北川八景的路线 来决定你的观光方程式 为什么叫做北川八景呢 在网上的网友都说 北川八景 是北川八个影响的景点地方 那当然 你不一定要从第一个景点地方 跟到第八个影响的景点路线 都是这句 看自己的旅游时间来决定吧 好 就特别介绍一下这间pizza屋 里面餐厅的装饰和环境 实在是太有feel了 地点是在北川中间的大鲁附近的 当你走到 它有点忙 或者走到有点累的时候 可以来这间这么有feel的pizza 来休息一下吃下pizza 到了晚上 我们搭地铁到光化门站 去到青溪村这个人工河游的景点 特别的是 这条河的河水都很清的 环境都很干净的 在晚上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这条河边散步 更是情侣必到的地方 在这个繁忙的市中心里面 有一个可以凌理放慢的肋部 慢慢呼吸的一个地方 是真是几不错的 韩国夏日自由行 一个就是我们第一天的旅游行程